Thank you! Skotch 大家好我是KoKoKo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一路來出過三個大地牌 冬 夏 秋 沒錯我們缺個春天 那春天要畫什麼呢 我冬天畫了毛衣 夏天畫了大片的熱帶植物 秋天跑去玩轉蛋 那春天 春天應該要出去玩吧 就是這個 所以我這次呢畫了這個摩托車罐罐 我還畫了他的小水溝蓋跟小LOGO 這樣就可以把小罐罐機車堵地放在別的地方 打樣出來的成品看起來還不錯 欸等等我們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問題 這張圖只畫到這邊感覺有點可惜啊 好我們這邊來幫他加一個背景看看 首先先抹一片大片藍色 這邊為什麼要抹藍色呢 因為人物是暖色系的 冷暖搭配 經典組合 不過問題來了 呃這邊我雖然畫了藍色 但是我不知道後面到底要畫什麼才好 那不會畫背景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沒錯取材 好我們這次直接來到這個水南洞漁港 有沒有藍天白雨跟我們後面的背景是不是差不多 就是天氣不太好 不過沒關係 這我們在畫裡面可以調整 接著呢 我們一邊對我的草圖 一邊找一下想要的景色參考 欸這一片好像剛好很合喔 上面有藍天 中間有港口的一條線 下面又有船可以當作中景 剛好我原本的構圖也是想要這樣的多層結構 很方便拿來參考 那麼就是它啦 我們首先呢 先把剛剛看到的漁船加上去 這邊再加上我們的海岸線跟天空 嗯然後稍微拉一下讓它有點透視 欸等一下 嗯這個雲好像畫的有點太細了 感覺有點搶到人物 對比一下一開始的草圖喔 會發現最一開始的草圖後面比較開闊一點 後面鋪滿雲的話感覺資訊有點太緊湊了 那該怎麼辦呢 好吧只要使用那個 家鳥 眾所皆知有戶外場景 需要大大小小的物件的時候呢 欸家鳥是最方便的 畢竟它會飛嘛 來可以看到我們後面加的大大小小鳥 這樣子背景的景深跟物件是不是就更豐富了 這邊還有一個空位喔 我們就加一隻鴨子好了 至於為什麼海邊會有鴨子 呃 我那天去確實有一隻鴨子 好像是海巡養的 啊 好加入鴨子之後大概變這樣 所以發現加入了很多鳥之後呢 我們畫面變得豐富起來了喔 好我們封便這樣子就完成囉 這就是一個立牌變成一本新刊的故事 大家都了解了嗎 沒有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喔 我們這本書裡面有48頁喔 所以我另外還生了48頁內容進去喔 你們看這兩年的內容合起來有這麼多頁 有歡笑有淚水 還有空罐過往出的周邊設定圖 你值得擁有 欸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少一點東西 唉沒錯 只有兩樣東西確實是有點寒酸 而且這兩張還是同樣的圖 欸空罐同樣圖用兩字有一點太混了喔 恩 你以為我只用了兩字嗎 蛤 欸沒有啦接下來有一點不一樣喔 是Q版的機車罐罐 我們這次新刊的封面是外送人的概念 所以呢我做了這個便利貼 這樣你貼上去呢就有送訊息的感覺 我覺得蠻符合的 就像這樣 設計非常的nice 然後我們便利貼紙殼也可以像這樣蓋回去 非常的方便 欸但這樣還是同樣的圖啊 只是長得不一樣 這樣你套組很沒有誠意呢 欸等等等等 我們這個是一體化設計好嗎 你現在講話用這張圖連上色都沒上完 才叫沒有誠意吧 蛤? 喔沒事不想罵到自己 好啦不然你看這個嘛 我們還有燙金簽名版喔 上面的圖案還是跟風姐姐姐一樣的 很有套組感對吧 喔這個好像不錯喔 還懂得買小彩蛋耶 嗯你長大了喔 啊你這次套組就這樣 一二三四四個喔 喔沒有這個勢不吉利喔 所以我們還會湊第五個 喔湊數又在偷懶 嗯對阿你有沒有發現這次的動畫只有一張圖 蛤? 喔沒有啦我們這次送的是這個 封面的哲夜海報 欸等一下等一下 抓到喔 你又用同一張圖齁 沒有沒有沒有 讓我解釋一下 來你們看有沒有發現兩張圖比例不太一樣 因為新竿封面的牌板需要避開中間這條線一段距離喔 所以實際上展開來構圖不太好看 你看有沒有兩張並在一起比一下 你看左邊比右邊加長了兩邊 一大段喔 右邊鳥就沒有下半身了 痾所以你想表達什麼 痾就是 啊你看這樣16比9寬一點就是比較好看啊 不覺得大看起來就是爽嗎 而且這次因為是快遞主題了 我們來送一個公文袋 來幫你把這個套組全部包起來 這樣子一整包 如何看起來不錯吧 順帶提我們價格上畫車350 地牌也是350 然後簽名版加便利天加海報加公文袋 套組價是900元 沒錯只要加200元就可以變套組囉 欸這樣子大家應該能夠接受吧 啊不能接受你要怎麼辦 呃這個 嗯 呃 沒關係喔 我們這次新品不只這個 還有我很有自信的 空罐拉麵帆布袋 這次的帆布袋 很久之前就想做 只是拖了很久 起因是因為我家旁邊開了拉麵點 然後我那天吃了覺得爆幹好吃 就想著要跟他聯名 不過我沒有做過類似的商品 所以我感覺直接提應該會被打槍 然後被打槍我就會哭 對 所以呢我決定先自己做一個試試看 那這個就是做出來的成品 圖案是拉麵攤配上大大的 拉麵約戰文字 文字那種是講我們吃拉麵吧 欸不是什麼怪怪文字啦 因為寫的是日文 所以可以很低調 不會被發現 然後我們上面有設計很多的小配件喔 一個是這個小吊牌 他會躲在袋子裡面偷吃你的拉麵 然後這個是我們附在裡面的拉麵的徽章 有這個你也是空罐拉麵火飯 包裝背後的字是拉麵咒語梗 傳說中只要講出這一長串周文 就能點到拉麵 麵かたかた野菜W にんにく油 墨墨墨大盛 不過這梗好像有點太老了 然後這個是說明小卡 後面有排版的像是小報紙的說明文字喔 有興趣可以看看 布標的部分呢 一個是紅色的王關LOGO 另外一個是我們黑色的罐罐大布標 非常的好看 最後我們還有附雙口袋 一個是外帶大小夠放進手機 或是小平板 內袋是有附拉麵的 可以防止你零錢掉滿地 最後是包裝 這次的包裝袋是磨砂袋 一直很想硬硬看這種袋子喔 這次橫下心來做了一批 拿到連包裝就是長這樣子 是不是看起來很不錯 呃 那麼哪裡才能買得到呢 不是是要不要講啊 原來是我想問的喔 這不是你自己寫台詞嗎 喔不是我只是在想要不要順便介紹我們新網站而已 喔你是說我們最近剛好大改版的網站嗎 沒錯我們空罐商店最近剛好大改版喔 點進來之後呢 網頁會動喔 然後呢我們下方新增的區塊會顯示 最近參展的行程 你們如果剛好有去現場的話在現場購買價格會更便宜喔 當然你如果想要直接網購也可以喔 在周邊這邊點進去 或是也可以直接回到最上方按新品 進去裡面就會有購買的位置了 順便帶一提喔 我新網站還做了一個很好笑的功能 首先你點到手頁 然後把滑鼠靠近這個部分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的鼠標變成棒棒糖 接著你就會發現 對他可以敲 你做這個功能幹嘛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邊輸壓一邊購物 好笑的